最近墨雨云间爆火 陈强文饰演的笑里藏刀 孔密附近的恶毒后母 却是让人恨得牙痒痒 上一秒还笑得温婉董事 下一秒就净显阴险恒辣 明明是她利用流产陷害女主 却在老公面前装出一副受尽了委屈 但善良大度的姿态 堪称十级茶艺大师 我几乎都要忘记父中的孩子 这演技别说她老公了 观众看了都心疼 在妓女面前表现得像是 这个世界上最慈爱的母亲 而这笑容怎么看都让人觉得不寒而栗 莉安 见过父亲 母亲 夫君别生气了 或许是我太开心了 忘记盯着下人操办 别儿先进去吧 别让叔叔婶婶等久了 面对自己的亲生女儿 无需再伪装婉婉的她 霸气尽数闲路 压迫感失足 为了这么点事情 跟我大呼小叫 我从小叫你的稳重 都拿去喂狗了 还是你觉得以你高贵的出身 出众的情欲 会输给一个乡野丫头 回去练琴 45岁的陈乔恩 从昔日的甜蜜少女 摇身一变成了很多后母 这不仅仅是角色的转变 更是她演技版图的一次大胆拓展 不得不说陈乔恩演的是真好 一个杀人不见血的厉害角色 让人恨得牙痒痒 但每次想骂的时候 就告诉自己她是陈乔恩 不是后母 也许是陈乔恩真的太久没出现 现在的年轻网友 竟不知道这戚年轻时的战戚 要知道她可是昔日偶像剧一戚 哪怕在台湾偶像剧发展势头最盛 竞争最激烈的那几年 陈乔恩都算得上是最耀眼的那颗星 《王子鞭青蛙》里 她是有点势快但单纯可爱的 渔村女孩叶天宇 《命中注定我爱你》中 她扮演朴素善良的陈欣仪 每一个都是陪伴90后长大的经典角色 而《命中》这部剧 不仅打破了她主演的《王子鞭青蛙》 保持三年的军级收视记录 还成为台剧历史上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之一 创造了台偶神话 她也是最早一批选择在内地发展的台湾艺人 换了片水土 可乔恩还是能靠出色的表演打动观众 2012年出演了余正的《笑傲江湖》 在其中扮演东方不败 从被质疑到最后赢得观众喜爱 风头盖过女主角 记得当时非常为她打抱不平 她对令狐冲那么好 最后令狐冲还是取了任盈盈 第一次不想要官配在一起 她被媒体评为最妩媚版东方不败 刚来内地发展的乔恩结识了乔任良 两人后来一起合作了春光灿烂朱九妹和锦绣员华丽冒险 每年乔恩过生日 乔任良都会准时送上礼物 且都是非常用心的礼物 她会在圣诞节给乔恩送去惊喜 还会闪现在乔恩的活动现场 舞台聚后扮作玩偶给她惊喜 看着他们的相处真的让人心生羡慕 2016年乔任良突然身亡 震惊娱乐圈 乔恩知道后哭中了双眼 这么多年乔恩从来没有忘记她 每年乔任良的生日 她都会发粉色天空表达思念 也会私下里去看望和陪伴乔任良的父母 当年有很多粉丝惋惜陈乔恩和乔任良 觉得他们友谊以上恋人未满 如果乔任良没离开 也许故事的结局会不一样 但谁知道呢 人生没有假设 乔恩的恋爱似乎也不太顺利 从出道开始就一直有各种绯闻传出 她是霍建华唯一公开承认的女朋友 2016年霍建华临心如大婚 成文陈乔恩当晚买醉痛哭 2019年40岁的陈乔恩参加了湖南台的真人秀 女人们的恋爱第二季 和比她小9岁的马来西亚华人艾伦牵手成功 2022年3月两人登记结婚 同年参加了妻子的浪漫旅行第六季 艾伦给了陈乔安她一直缺乏的安全感和无尽的爱 填补了她从小以来内心深处空缺的那部分 印象中 乔恩没有其他女演员的年龄困惑 有记者问 你为什么要演妈妈 她说年龄到了就演了 就这么简单 但有些演员就是放不下那个美颜滤镜 还老想着演那种撒娇卖萌的小仙女 这差距也太大了吧 不是说撒娇卖萌不好 但也得看年纪和角色的定位呀 一直演这种角色观众看着都腻了 前阵子那部古偶剧 狐妖小侯娘 可是让杨咪成了大家热议的焦点 不少人都在吐槽这部剧 杨咪自己都说了 特地找了专业老师来知道 但说实话 这演技呀 还是老样子 没啥大变化 杨咪的演技呀 老师被人说眼睛没省 脸部表情僵得跟木头似的 还有个习惯就是老爱名嘴 都快成她的专属标签了 无论是狐妖小红娘 还是哈尔滨1944 都被大家说演得太用力 感觉包袱太重了 女演员需要克服的一大关 就是年龄的局限 很多漂亮女演员 是不能接受自己演妈妈辈的角色的 大S曾说 现在找她的都是妈妈角色 甚至要她演王大陆的妈妈 她觉得太夸张 不能接受 他们都是找我去演 谁的妈妈 谁的妈妈 然后还有最大是演王大陆的妈妈 你觉得我太夸张了 连心如也说过 如果要演女主角的妈妈 那就不演了 有一天不能接受 是我演女主角的妈妈 那我就不会演了 很多女演员只能扮嫩 就妈妈被视场淘汰 而强行演少女的也大有人在 张子怡在上阳腹中的少女形象 是她少有的翻车之作 不去 谁不服 就让谁 不去守您朔 对 那是因为我大成 从来没有过 战魂如此卓越的坚决 蒋文立 在转角之恋中 和差14岁的明道 演情侣 各种青春偶像剧的戏码 54岁的她 演娇羞少女 完全没有说服力 被网友直呼 辣眼睛 刘晓庆在冰雪狙击二中 75岁的年龄 演18岁的少女 剧中她的爹都比她小十几岁 令网友感到生理不适 那如果说四十几岁了 然后我还保持少女感 演一个少女 那旁边的少女演什么 想想 45岁的陈乔恩才是人间清醒 不对少女人设有执念 什么年龄 演什么戏 在墨语迎见中 陈乔恩给27岁的刘仙宁当妈 给33岁的吴景岩当后母 照样把这个角色刻画得入目三分 一个眼神就把很多的心思演了出来 陈乔恩的首次出场 就让人眼前一亮 那个看似温婉 是在心机深沉 每一顺表情都藏着故事的转折 她的演技犹如魔术师的手法 细腻到能触动观众的神经 让人物的多重性格 如画卷般展开 陈乔恩用自己的实力 赋予了反派角色别样的魅力 她明白 角色人设很重要 但演技更重要 如果不是美貌与演技并存 她又怎么可能会将一个 人人喊打的魔头 演成艳鸦女主的白月光呢 夫君忘了 李儿从小在真女堂 也没上过几天学 你送这些会让她难过的 这事我已经安排好了 我已经让人送了衣裳过去 都是一些上好的料子 朱瑶喜欢我都没给呢 李儿一身鲜亮地回来 体体面面 谁还敢说我们江家苛刻的 夫人辛苦了 这里是游走耳闻 如果大家喜欢请订阅留言 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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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个故事不见不散 你说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 作物不散